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应王妃回府 呼应王妃回府 王妃 这就是我们京城的王府啊 比您弱的府邸气派百倍千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 松手 抓我 有你好看 抓着再说 别跑 都出阁了 还望哥哥怀里钻人 羞不羞啊 不羞 出阁了 哥哥也还是哥哥 好了 让我后来看看你 熟吗 你还说过 你也憔悴了许董 你猜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你还能准备什么 金城美酒 接在此 哥哥 你这接风的酒宴 可是要醉我三天三夜 阿妩 阿妩 哥哥 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听说你和萧綦 琴瑟相合 这是不是真的 好 这下哥哥 就放心了 母亲究竟为何不在家 我就料定你啊 回来以后会先去相府 然后看到母亲不在 便会到这儿来 可这豫章王府布置得如此简陋 所以我特地带碧人 为你布置了一下 母亲为什么要住到慈安寺去 母亲觉得相府太嘈杂了 愿意去慈安寺清静清静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我就带你过去看她 高哥 你告诉我 究竟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不依不饶呢 皇帝自从醒来就半疯半颠的 如何一直都不见好 我不愿意跟你说这些 这些年来 朝政一直把持在父亲和姑姑手里 母亲作为义国之长公主 又是皇帝的亲妹妹 面对这样的事情 她如何面对丈夫 又如何面对皇帝 王氏已然全清天下 父亲和姑姑到底还要什么 有没有人想过母亲的处境 就算想过 又能如何 行了 母亲 母亲 看看你这份样子 要知现在 何必当初呢 别打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真的都说了吗 确实谢侯之事 我的夫人都死在她手底下了 武前 你要知道 勾结叛军乃是死罪 丞相念你有师生之意 才给你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你不要以为谢侯已死 就死无对证 只要你现在供出幕后真正的主使 说不定还真能给你留条性命 世上之意 丞相只是把我当成他王氏的一条狗 狗 多少人想做我王家的一条狗 那都乐不得的 继续打啊 什么 吴谦落在王许手里了 我不是让你们在路上 把他给除掉了吗 废物 陛下 属下等无能 豫章王妃派了王家暗卫 秘密押送吴谦 一出了回州 就摆脱了我们的跟踪 老公进京后 就把人交给了吴谦将军 阿妩 好手段 竟然能瞒得过我的手下 王许 逼宫的手段 上来毒了 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过 更何况 更何况 像吴谦这样贪生怕死之人 能听得过吗 陛下放心 据属下打探 吴谦一口咬死 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谢渊的身上 并没有牵连出陛下和桓公 你闭嘴 我告诉你 只有死人 才让人放心 滚 滚 滚 眼前的一切都似曾相识 让我一溪回到了大婚之夜 萧綦走后 我一人孤零零地躺在 西红锦绣的魂窗上 合一到天明 索性 兜兜转转 我们最终未曾错过 当日如是 此生如是 当日如是 此生如是 此刻 看似波澜不惊的京城 却有一场风暴即将洗来 我终将要像姑姑母亲一样 独自去面对 谁也无法替代的命运 不是我 不是我 皇后你怎么了 不是我 不是我 皇后 来人哪 快来人哪 皇后 你又做噩梦了 殿下 那是你自己 你 好了好了 没有人 没人的 把他们都轰走 轰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殿下 来 来 起来 没有人 皇帝陛下一直要见薛换 小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把你请来 一群废物 时候不早了 该歇息了 薛道安 他生病了 以后 不能再伺候陛下了 陛下 小的现在就伺候您歇息吧 陛下 你自己走 坐在一起 时 你会再带 你坐在我的老朋友 你不要再带 你回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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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王妃昨日回京 长公主彻夜未眠 天不亮 就命我去把王妃接过来 母亲的身体如何 长公主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心事过重 自从王妃大婚后远走晖州 家主和长公主之间的隔阂 越来越深 可怜她一生尊贵 本该享受儿孙之乐 现如今却在这里 与清灯古佛为伴 母亲的苦又何止这些 硕大的精华 九成功雀 却连她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唯有到这儿 才能寻一丝拧起 王妃 见到长公主后 多说些开心的事 让她心情好些 知道了 母亲 阿妩 母亲 你可回来了 母亲 跟阿妩回家吧 这寺院里 有湿又冷的 阿妩不希望你住在这里 家 我早已没家了 看到你平安归来 我就没有牵挂了 谁说你没有牵挂 哥哥和父亲 都在家里等着你 你已嫁人 素儿也已有正妻和姬妾 相父是你们王氏的家 我是皇家女儿 自当回宫中 然而宫中 我身为长公主 却一生懦弱无庸 终究让你失望了 母亲 你不能这么说 都是阿妩不好 阿妩不该离开你 不该在你 孤独无助的时候 躲起来 对家中之事 不闻不闻的 阿妩这次回来 就是因为收到了 父亲的家书 说你得了重病 你还不懂你父亲 他一生 兴高气傲 唯一耿耿于怀的 便是娶了我 可是在我记忆中 你和父亲 一直是康里情深 你可知道韩氏 韩氏 我好像听徐姑姑提起过 说她是父亲 唯一纳过的妾 可是在我出生前 就已经病逝了 她没有病逝 她是被我母后 刺下镇鸣 毒死在你父亲眼前的 皇后殿下 是我错了 请您宽恕她 我保证 之后再不与她相见 既然是驸马出面求情 那就成全 给她来个痛快 来人哪 赐阵酒 母后 你 皇后殿下饶命 阿妮救救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心中愧疚 处处谦让隐忍 再无公主的盛气 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已经把这事淡忘了 直到素儿成婚那年 哥哥那场婚事我依稀记得 那年我好像十二岁 我依稀要从宗室女卷中 选一个 才貌和身份 都配得上阿苏的女子 你父亲却决然反对 我问原有 她只说娶妻当娶贤 不必苛求身份 素儿自己看中了一名女子 便是那还命 嫂嫂是哥哥自己看中的女子 可是她们二人看上去并不恩爱 嫂嫂清冷寡言 阿妩从未见她笑过 素儿不知道 还密她已被选中了 即将被册理为子律的正妃 子律 我不愿让那素儿去还密 你父亲却一口应允 四日她就带人入宫去见你姑母 当年那时之后 我和你父亲只争吵过两次 一次是为了你出嫁 一次是为了素儿 那日是我第一次见她 跋扈霸道 也终于听到她说出了心里的话 我这是为了素儿好 素儿看中的女子 就算准皇子妃又如何 她嫁于我王氏世子 未必便去与龙子龙孙 素儿得偿所愿 你是做母亲的 应该高兴才是 如此朝令夕改 你究竟要置皇家的脸面何在 皇家又可曾给过王陵脸面 你要怎样才肯作罢 你若能让韩氏死而复首 此事我便作罢 再过不久便是你的生辰 一晃又是一年 母亲不提阿妩差不多都忘了 再为你庆一次生 我便打算宣法出嫁 母亲 你非要如此吗 阿妩莫再劝了 母亲心意已决 回去吧 王妃 请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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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也劝不回长公主吗 她真的 要效法出嫁 谁也不想看到那一幕 或许有一人还能劝回她 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 许姑姑 你先回吧 我会常来探望母亲的 是 王妃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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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送进来 里边这么脏啊 谁给你送 赶紧过来吃 你干什么 你不死 柱子不安心呢 殿下 我已请命去给萧綦送粮 我想 这正是破了她的大好机会 宋粮 皇公 此机若成 则大事可定啊 殿下 老臣也该离京了 离京前 老臣送二皇子殿下一件礼物 好好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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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只要境外的各路藩王 能够牵制住萧綦的军队 你在京中 能拿到皇帝的虎符与密诏 那天下就掌控在我们手里了 皇公 我们这个王撒得太久了 如果再不收 黄雀就要飞跑了 大哥 能派死士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杀了吴倩 还有谁能有这等的本事 以目前的情形来看 谢渊和徐胜都已解决 定是还有内应 难不成还是温宗慎 好了 五千人都死了 这事你先不要管了 我自会处理 这几日你要尽快配合皇宫 募集粮草 不然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是 他心里有减签 至少 是 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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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皇后有令 不许你踏入市前殿半步 陛下 可爱好啊 快走 你让我再多待会儿 快走 你让我干什么 你让我干什么 快滚 我 我走 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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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来 我自己来 这肉羹 是我悄悄为你熬的 温度刚好 你慢着点吃 应该不会紧着伤口的 这是小的亲手熬的 你还不放心吗 以前 你没少照顾小的 小的要是忘了 那可真是狗娘养的了 我放心 师父 我拿着 你听我说 你 能替我办件事吗 你说 拿着 办我那事 就别再回来了 今天 百官可有奏请 陛下 殿下 陈王许 今日要当朝揭露一人之罪状 五位将军 你要罪告何人啊 世忠 温宗慎 温宗慎 怎么 先是拿谢家开刀 今天 又轮到这我温宗慎了 温宗慎言 王将军 你说 温宗 他何罪之友啊 之前徐寿勾结忽兰 设计毒害豫章王夫妇 幸为得逞 现徐寿身死凝朔 罪有应得 死有余辜 可是 他在朝中 还有同谋 陈奉令 密查徐寿 勾结外敌之事 结果 在他府中搜到一封书信 温宗慎的温室字体 明扬天下 臣不会认错 请太子殿下过目 这果然是温宗慎的字体 这果然是温宗慎的字体 温宗慎 你这作何解释啊 陛下 欲加之罪 何患不死啊 一定是你们 照人模仿做的笔迹 再等陷害 温体 乃独树一格 天下皆知 那么多文人莫克 想学到点皮毛都不可能 丞相 您的意思是 依臣之见 先委屈温宗 在天牢中待几日 若查明真相 却与宗慎无关 再让五位将军 向他赔罪就是了 王历啊 你郎子夜心 路人皆知啊 何患现在就让人 包包拖出去 斩了不就完了吗 温宗慎 本太子认为 丞相说的是极对的 又没真的跟你定罪 你慌什么 你堂堂的一个势中 在朝廷之上 如此洒破 称何体统 我看 就委屈你几日吧 来人 拿下 拿下 一会儿你派人 去三皇子殿下府上 把锦儿接回来 子澹已回府 她身边定有别人伺候 王妃 有件事 玉秀 你和锦儿 一个陪我经历生死 一个伴我从小长大 可别案里多了心 你可明白 玉秀 明白 拜拜 是皇后要见我 还是皇帝 回禀王妃 是皇后的意志 知道了 秦王妃后日入宫 想得告退 等等 我未曾见过你 小人之前 在靳善司当差 刚被派入昭阳殿 好 我知道了 是 小人告退 皇后殿下 你身份尊贵 不该来此 你还在怨我 不知皇后所为的怨 是何怨 如果是朝堂之时 宗审 确实是对 皇后 还有丞相 有很大的怨 但是 如果是过往的 陈年往事 那皇后 那皇后就不必多灵了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年华 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可落得了一个 最悲惨的结局 乖 只怪我们出生在 赤族大家 身不由己 你 罢了 罢了 都是过年人云吧 欢喜 在临死之前 能再见你一面 我就是死而无憾了 我就是死而无憾了 请回吧 请回吧 不 我是来救你的 好 太子妃 我是真的想 还敢找编 你误了我大事 更是误了子澹 那既然如此无忧 就滚回你的主司身边 再也不要缠着子澹了 太子妃 太子妃 我对天发誓 我也亲眼看见 郡主服下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三皇子殿下 现在依然对郡主念念不忘 或许 或许是药力不够 我求太子妃 求你再赐我一颗 我保证 这次 不会再有任何纰漏 你愿意 为三皇子殿下做事吗 只要是为了三皇子殿下 锦儿愿意做任何事情 我让你回到豫章王府 回到王勋身边 什么 救我 好 专相依心要杀我 皇后要救我 记得当年 就因为丞相一句话 你断然离我而去 现在 你已经是大权在窝的皇后 卧却沦为了劫下囚 寥寥数不 已是相隔万千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皇后就不要再纠结于 那过去的往事吧 哥哥要杀你是因为 你一直与王家为敌 虽说谢氏败了 可你不肯服软 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 当年是我负了你 现如今 无论如何 不能让哥哥伤害你 你要是站在太子一边 我不仅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我还能让你 官复原职 皇后啊 你也太兴起了 皇帝尚在 你居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他当年就是因为娶了我 才仰仗我们王家的势力 登上了皇位 他要另立储君 还得先问问王家 答应不答应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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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